听力下降还能恢复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莹 西安市红绘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听力下降恢复 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比如说像叮咛拴塞导致的轻力下降 来医院里边叫叮咛取出 它轻力马上就能恢复 还有一个像中耳炎导致的听力下降 这个就比如说是骨膜穿孔 有必要的话就是条件许可的话 可以做骨膜修补以提高听力 中耳炎的话可以做中耳乳涂根治术 加轻骨链重电 这样的话也能够提高听力 还有一种就是神经性耳聋 这种的话有一部分人通过治疗 能够提高清理 有一部分人通过治疗 提高清理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所以说是通过治疗 还仍然要那个清理不能提高的话 就需要佩戴助清器 所以说这个清理提高 要聚起问题 聚起退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